在中共以枪杆子和笔杆子当家的理论中 军队一直在中共的权斗中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今年的十八大也不例外 一度传出十八大会宣布军队国家化 同时军队效忠胡锦涛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另外从最近结束的一些省委常委换届来看 大部分没有了军方常委的位置 军队未来将在中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中共四川省委实届一次全会5月19号 产生了新一届省委常委领导班子 与此前完成换届的陕西海南省委常委会一样 应配备13名常委的四川省委只有12位 没有了以前的军方常委 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 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和陈光诚事件的出现 可能会使中共高层在人事安排和一些决策方面重新安排 中共的高层很难在各个方面都一下子就能够达成一致 留一些位置 是不是因为中共高层的各派 目前也可能还在讨价还价 原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英全认为 可能是这些省的军方常委面临退休 而新的还没有确定 他认为如果要补的话一定是胡温习的人马 不过刘英全分析 18大前个别省级常委中也出现过没有军方代表的现象 因此这件很可能不会再补上 刘英全还表示 军方对地方政府的干预应该越来越少 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 如果现在就开始这样做 这是一个进步 部队就是部队 你想美国这里 哪有一个司令员在去管地方的事的 我们从历史上看 部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是越来越小的 它是淡化的 你想文革时期 那个时候好多省委书记 各委会主任都是部队的人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这一段时间一直强调 中共30年的改革先议后难 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蓝述分析 18大中共高层的人事安排 很可能不会再按照中共传统模式进行搭配 看这个样子都跟军方今后的定位有关系 习近平他本人是军队背景 又有传出消息说是 很可能18大的改革会把军队活加化 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军头都在纷纷效忠 这个胡锦涛是不断有风声放出 这个胡锦涛卸任了之后呢 还会任一段时间的军委主席 军队的这些领导人将在党委里面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确实是值得观察的 按照惯例 中国除少数省级行政区域 如西藏外 多数省级党委常委的配备 都是1加2加10的模式 也就是一位书记 两位副书记 再加上10位常委 其中有一位是军方常委 是军方常委